那么这个罗莎卢森堡 我们看他的这个帝国主义定义 他已经使这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考察 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内部体系 而扩展到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说明上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关系 当他把这个资本主义体系 从把资本主义体系 从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形态 扩展到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那就是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资本积累模式 就要进行修正 进行修正 因为马克思讲资本积累的时候 是仅仅在西欧资本主义体系 以英国为典型讲的 所以他就要对这个资本积累模式 进行一个修正 那么这样一个修正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定义 就是贯穿于他整个资本积累论 或者他整个资本主义研究的 一个最基本的 也是具有最这个 也是可以说是最 他的一个经典的这样一个表述 经典的表述 我们看一看 他说资本主义是第一个 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 他具有狼狼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 以及不允许敌对形态 与自己并成的倾向 但是同时他也是第一个 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 他需要其他经济形态 作为传道体和资深的场所 虽然他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 并正由于此 变为世界普遍形态 也是他的趋向 然而他必然要崩溃 因为他由于内在原因 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 在自己的生命史中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 他的积累运动 带来了冲突的解决 但同时也加剧了冲突 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 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 没有其他的出路 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 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 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因此我们看到 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 是一个和谐的 普遍的经济形态 那么我们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资本积累的 这样一个定义 它作为一个前提 我们作为一个分析 作为一个分析 它这里面讲了 它对这个帝国主义 对资本积累模式的哪些理解 以及包括对马斯的资本积累理论的 哪些修正 那么首先我们作为一个静态的分析 也就是作为一个对它的 这样一个横向的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对它的这个 所描述的这个帝国主义 作为一个总体资本主义的 内在结构 它是怎么认述的 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它强调的什么 资本积累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 资本积累是具有这一个 整体性的历史运动 那么这个整体性的 首先表现在资本积累的性质上 也就是说资本的积累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活动 而是资本主义围绕着追求 剩余价值追求资本的经济活动 而展开的包括经济 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历史运动 因此呢 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不再是资本积累的外在条件 而是资本积累的一些内在要素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儿讲的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它说 这个观点它能够成立 它能够成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 它在这儿讲的是资本主义 它作为一个社会形态 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 它要驱逐其他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 变成世界的这样一个普遍形态 那么这样一个普遍的形态 普遍的经济形态 它要实现的话 它要引进什么 资本积累 在这个资本积累里面 它不仅仅既然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关系 它里面包括什么 资本积累啊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 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 资本的积累就靠马克思所说的 是依靠什么 提高生产力 是吧 是依靠提高生产力 是应靠发展技术而实现的 那么如果是在资本主义 对非资本主义因素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资本积累是靠什么呢 是靠暴力 是靠暴力 这个马克思在描述原始积累的时候 原始积累靠什么 原始积累刚好是资本主义 对非资本主义的侵占 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侵占 它靠的是什么呢 是暴力 是暴力 是用暴力啊来解决 因为这个资本主义 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形态当中 它发展生产力和这个技术的话 它是主要什么 它的正常的途经 它是通过商品的交换实现的 但是商品的交换 只能发生在纯粹资本主义形态当中 这种交换它才是纯粹的 如果在一个和自然经济的国家 自然经济它是一个非交换的国家 它跟你谈什么商品交换 我不跟你谈什么商品交换 所以它就不存在这个商品交换的 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一个是 所以你用商品交换 和这个非商品交换的 这样一个 用这个 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形态 和非资本主义形态 这两种心态发生碰撞的时候 那么它存在什么 是以资本主义 它说是不允许它一个什么 浪华全球驱逐一切其他的经济形态 它一定要驱逐其他的心态 而且不允许敌对的形态和自己并存 那么它不允许并存呢 它就要消灭这种形态 所以用它的什么方法来消灭呢 它是用武力 用暴力来消灭的 用暴力来消灭 最后所以其中卢孙堡在谈到这个问题认证的时候 还以中国为案例 就是中国的鸦片战争是怎么发生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交换的不可能性 所以它带来了这样一个战争 所以它是以这个为典型案例 而这样一个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侵略 它同时会带来什么 对中国的整个的 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这样一个自然经济的摧毁 这一点对它来说是不足的 因为它要进行资本积累 那么它一定什么 它要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要摧毁你 所以在政治上 它会实行一些 就是以契约的方式 来对你这个领土进行瓜分 来格据 来保护它在你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同时在文化上 它也要侵占你 它就举了一个就是烧圆明园 就是把你的这样一个文化 它也会把它这样一个摧毁 大量的抢占你的这样一个文物 所以它也会带来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这样它就说 实际上从这样一个看 既然这个资本主义是 整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 和非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 这样一个积累关系 那也就是说它是马克思 所说的这个原始积累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运动 而是包含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内的这样一个运动 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就这个资本积累本身而言 那么第二个呢 它就强调这个整体性 还表现在资本积累的结构上 也就是资本积累它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与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共同构成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 非资本主义形态作为资本主义发展 它起什么作用 它起什么作用 它说它是资本积累的传道体和资深的场所 它是资本积累的这样一个传道体和资深的场所 也就是说呢 它是资本积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不可缺少的条件 也就是说它是资本主义啊 深层的环境 资本主义深层的环境 如果资本主义没有这样一个深层的环境 没有一个深层的条件 那么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了 也就不可能了 所以这样的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整体资本主义一个部分 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深层条件而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在这一个结构当中 尽管它不具有资本主义形态 但是它作为资本积累的深层条件 是以这样一个可以说以这样一个性质啊 进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 资本主义体系的 所以呢在帝国主义时态 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也就说是一个资本的结构关系 那也就说资本主义啊 它是由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构成的 是由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构成的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下的这个 对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对典型形态的分析呢 它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所说的这个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结构关系呢 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和东方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结构关系 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构关系当中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呢 它是占主导地位的 占主导地位的 它决定了资本积累的运动方向 所以你这个整个资本 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体系啊 如果要是非资本主义国家 占主了主导 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了 那是列宁所说的 那是社会主义体系啊 社会主义体系 但是它是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 就是说你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资本积累运动 按照它的这个资本积累运动的轨迹来发展的 它发现了哪些形态的变化 你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 就会发生哪样一些变化 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运动方向啊 是由它所决定的 而东方前资本主义国家呢 作为资本积累的市场而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成为国际资本政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有机构成部分 所以呢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 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 东方世界不论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形态 就是说不论你是资本主义的形态还是非资本主义形态 那么你都要加入到这个资本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活动当中 你必须要加入它成为整个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为整个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啊 你国际的很多这个 现在国际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资本主义组织啊 资本主义组织 比方说世贸啊什么这样一些组织 你全球你不管哪个国家 你要进入这个国际经济体系 你就必须要加入它这些组织 而且你要遵守它的这样一些规则 遵守它的这样一些规则 包括你的这个货币啊什么 都要受到它的这样一个制约 受到它的制约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卢生堡在认证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当时同时也提出来另外一个 他说如果要是这些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 在加入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体系当中 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不能创造一个和这个 就是说和这个整个国际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体系 不同的这样一个运作机制的话 那么你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 将会面临着这个一个两难的这样一个前景 一个呢就是说当它发展的 当这个整个国际金融体系 如果发展得很快的时候 发展得很很这个顺利的这样一个条件下 它会带动你的发展 但是如果它发生危机的时候 它会首先把它的危机转嫁给你 所以你首先承担的是它的这样一个危机 所以它说这一个对于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它在这个国际资本体系当中的这个参与性 它说会面临着这样两难的这样一个困境 这样一个困境 当正它的这个对于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 研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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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一个思考 所以它在这儿提的时候呢 它主要认证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 它就强调就是说在这个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结构关系当中 资本主义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它又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所以它不是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地位是均等的 而是刚好是不相等的 这是第二个 它讲的第二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意思从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和资本的积累的结构 结构相一致 资本的积累的条件呢 它讲的两个方面 包括两个方面 那么一个方面呢 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发生这个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生产 这是第一重的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 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殖民政策 国际借贷制度 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等等 这样呢 它就构成了什么 从经济到政治到意识形态的整体的社会运动 也就是说它包括什么呢 非经济的活动 你比方说这个殖民政策 国际借贷制度 势力范围战争等等 它都是属于这个资本的 就是说实现它资本积累的一些手段 除了纯粹的经济手段以外 还有包括这个非经济的手段 非经手段 都是它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这两个部分呢 可以说这个这两个方面呢 构成了资本积累条件的一个整体性 这样一个整体性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考察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 你不能仅仅考察 这个像马克思所说的 这个单纯粹的经济环境当中的 这样一个交换关系 纯粹的经济关系 它应该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政治关系 那么最后呢 它强调啊 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社会革命 具有整体性 所以它就是这个讲的 整体性具有这个 就是说整个的资本主义本身呢 它是一个矛盾 它的积累运动带来的这个冲突的解决 它说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 那么它没有其他的出路 它没有其他的出路 所以这样呢它就说资本积累的 就是说资本积累世界扩张的结果 必然是消灭一切 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而一旦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就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 也就完结了 当它的这样一个基础完结的时候 资本主义也就陷入了一个 不可自拔的矛盾 那么这样呢就代之而起的是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 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这就是由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形态 向社会主义形态的这样一个转变 社会形态转变 所以这样呢 那么就从这样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的资本主义 那么社会主义 它也是一个总体的社会主义 所谓总体的社会主义 它应该是也是一个世界体系 而且这个世界体系 它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式 新的经济形式 那么这就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从这样一个静态的分析当中 实际上它已经结识了资本积累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描述了现代化运动的这样一个世界化过程 和它的一个历史趋势 那么这样一个就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我们就说分析了这个前面 分析了它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分析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描述啊 整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运动的 这样一个历史运动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的通常我们都看到这个 文艺复兴的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运动 它在本质上是什么 是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变革 就说资本主义啊 它作为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变革 文艺复兴啊 它是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变革 那么这样一个变革的 它的主要特征呢 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就是它是以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 来建立现代的社会组织 交往方式 民主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和价值理念 这个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现代化的时候啊 讲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个它不是一个空的概念啊 不是说我有几栋房子就变成了城市了 它包括什么 你要建立现代的社会组织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要有你城市的这样一个交往方式 还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民主政治体系 以及它的文化体系和价值理念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是一整套的 不是说我从农村 我把农村乡镇盖一个房子 那么它也变成了城市了 它不是这样 它有这样一个运动的内涵 而这样一个内涵的产生 这样一个内涵的产生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整个欧洲啊 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 也就是说你的工业化城市化 以及所形成的相应的政治组织 和你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 就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文化 资本主义的文化 那么随着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啊 就是最早是资本主义的 随着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扩张 那么现代化运动就超出了 这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 在欧洲以外的民族的发展 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世界历史运动 这个时候社会形态的变化 和传统的更新 以及民族矛盾和这个阶级矛盾 交之一起 使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和主体 都变成复杂化和多样化了 那么这就构成了整个20世纪啊 这个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格局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就是说随着这个19世纪下半夜 这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把他们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 传播到 就是说扩展通过战争的形式 扩展到 或者交换 或者战争的形式 扩展到欧洲以外的这样一个民族 走推向全球的时候 而全球大天的土地 还是一个全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 特别是它什么 它的这个两种文明形态的 它是有区别的 比方我们前面讲的家庭 私有制国家起源就是恩格斯的分析当中 恩格斯的分析我们为什么讲 它是典型的西方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发展分析呢 家庭本身就是它的一个私有制的单位 是它发展私有经济的一个载体 一个细胞 所以随着这个家庭的发展演变 它摧毁了这个清除 血清制度以后呢 它就始终沿着这个私有制的这样一个方向啊 发展起来 私有化的这个方向 然后在这个私有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形成 最后发展出这个商品经济来 所以这样一个 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细胞啊 使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封建社会啊 就是这个封建社会啊 它不是用这个武力把它摧毁的 它实际上是 不是用那种很激烈的这种革命方式去摧毁它 而是刚好呢 它是什么 它是自然自然的解体 如果要是你要用武力摧毁的话 文艺复兴怎么会成为这个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呢 文艺复兴它都是一些文能啊 都是一些文能 它为什么呈现出来呢 就是当时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 这个文艺蒙落以后 你们可以联究一下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样一个一个历史啊 当时的时候 它就是说这个封建的文化 已经这个使人啊 压抑了人的生命 能需要一种这个新的这样一个精神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一些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大的 就是 这个意大利佛罗人萨那一块啊 就是说 就兴起了这样一个 就是通过这个绘画啦 就是各种各种文化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 展示了能不能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它就会成为能不能一个新的象征 它是 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一个过渡 它不是通过这个武力来摧毁的 武力来摧毁 那也就是说什么 在它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里面 它自然而然的最后发展出这个 这样一个商品经济 所以你们看一看 恩格斯讲的这样一个描述的文艺复兴啊 它是以这个市民社会为起点的 那个这个起点呢 这个文艺复兴呢 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它的这个绘画啦 它的地理发现啦 你想它不用这个武力 而是用地理的大发现 然后这个新的文化的产生 文化的复苏 来复兴的一个时代 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自然经济的 它这个商品经济啊 是怎么从它的这样一个原始的这个形态当中啊 自然而然的滋生出来的 谢谢大家